小陈说他租住的小区边上有个公共停车场 在进入梅树村的主要干道两侧 管理方是梅树村村委 8月6号他就把车子停在这里 8月11号晚上7点左右 我过来找 然后我的车已经没有了 他当时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 他们说是村委的 然后问我说师傅我的车呢 然后他师傅就说 你这个是围停啊 围停我们就是已经给你拖走了 小陈来到距离停车场 五分钟车程的一个维修点 这辆就是他的面包车比较破旧 前轮被上锁了 上面贴着一张纸 写着此车已锁 还留了联系电话 小陈说这个电话是村委的 这是梅树村的村委叫我们来拖的 要不是我们强调去拖他的 还有就是他这个村委 说我禁止停车 他没有行驶告知权 然后是他并没有告诉我 这个地方不能停车 哪怕是停了三天 他也完全可以打114查我的电话 说让我抓紧把车挪走 所以说他一切都没有做 直接给我拖掉了 停车场的墙上贴着一张通告 说不租住在梅树村的车主 停车不能超过半天 一经发现就要拖车 但小陈说他没留意到这个通告 现在想要取车 得先交350块钱拖车费给维修点 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出这个钱 现在是可以把牌子做大一点 这个我们建议我们有力推广 好吧 这个我们可以说不到外的地方 请你们理解 因为我们村里车了不设费的 车因为外地人车量很多 停不起 我们也免费停的 我们那个停车场上 这位村委委员表示 拖车费肯定要车主自己出 村委之前给了小陈一份证明材料 说以上报科研街道执法中队 按规定做拖车处理 随后记者陪小陈找到 绍兴市科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工作人员表示 村委拨打的8899111 是绍兴市移车服务电话 而小陈的车子是山东牌照 所以没有收到通知 他们的确介入过 这个停车场僵尸车的管理 但截至目前只处理过 六辆僵尸车 并不包含小陈这辆车 以前的话有僵尸车的 他们会打电话给我们报备过 然后我们去通知贴调 比如说几天之内还不拖的 然后我们会联系 我们的那个拖车单位 然后去拖调 然后有些车呢 比如说停了两三天的 车况很好的 我们一般不会去拖他们的 修理场应该是单位指定的 因为我们修车也都是在那边修的 那天他也来过的 我们单位来处理过 然后他反正拿了个 村里盖章的单子 这辆车我们一点都不知情 没紧锁过 目前小陈已经把问题 反映给当地市长热线 有报黄剑记者报道